这个海就代表世界 就是有些在海里面死亡 那些海会交出来了 最后有两个东西 最后有两样东西 死亡 死亡 阴间 阴间 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就是照的那些案卷 The book of the law The book of the conscience The book of the good works 照他们的好行为 照他们的良心 照他们当事的律法 照他们所行的来受审判 他们将会受到 知足他们所行的行为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壶里 死亡 我一间也被冤在火壶里 这个火壶就是真正的死 就是第二次的死 这个火壶就是第二次真正正的死 有的人有永生 在耶稣基督里 在耶稣基督里 有的人是永死 在这个火壶里 有的人会永远的死亡 在这个火壶里 如果有人的名字 没有记在这个生命车上 如果有人的名字 没有记在这个生命车上 所以会觉得 丢在这个硫磺 硫磺火壶里 最后他们又会被 丢在这个火壶里 那我请问 这些信耶稣的人 那些信耶稣的人 谁来审判 哪个来审判他们 凭什么标准来审判他们 根据什么标准来审判他们 他们将来要得什么赏赐 他们将来会得到什么赏赐 刚才讲的这八种人要小心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 这八种人要进入第二次的死 刚才启示录里面说 这八种人要小心 胆怯 对上帝的话 上帝的能力怀疑的 对上帝的话 对上帝的人有怀疑的 不信三位一体的 不信耶稣基督是唯一救法的 不相信耶稣是唯一救主的 作恶的 可证的 人家看起来就讨厌的 作恶的 人家一看起来就讨厌的 杀人的 淫乱的 如果照这个标准来说 今天的世界都在sexual immoral 就是你在性的行为上 是非常的淫乱不道德 根据这种罪恶 这个世界每一次都有淫乱的罪恶 行邪术的人 他有巫术 他们有武术 他只要到他的家里 把房子一关黑黑的地方 他画一个你的相 他可以皱住你的 那你第二天你就头痛 可以皱住自己 衣服在一间屋里 灯光灯 他就作佛 这句话就是焦鬼的 你跟鬼焦鬼的 就可以皱住你 明天你就会皱住了 这些叫焦鬼 还有就是 世界上有很多的偶像 你拜偶像 还有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偶像 在台湾不少 我们在美国是五步十步 就一个gas station 在台湾五步十步 就一个庙公庙母都有 很多 连石头都有 连石头都可以拜 在美国 每间五步 就有一个电邮站 在台湾 每间五步 就有一个石工庙 石头 都是会有 拜偶像 这是拜偶像 最可怕的是在后面 最可怕的是我们后面所说的 说黄话 说黄话 难怪耶稣说你的话 是就说是 yes is yes no is no 只要多说一句 就是后面有一个恶者在教你 所以耶稣说 是 不是就不是 你加了一个蛋 后面就有很多方法 这巴族人最后要去的地方 就是烧着硫磺的火壶 这就是Yellowstone 要去Yellowstone 这些是真正的永死 这些就是真真正的永死 那我请问 那将来我们信耶稣的人 将来要去哪里 我们如果不站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面前 我们要站在哪一个人的面前 那我请问大家 我们信耶稣的 如果我们不来到这个白色大宝座受赏风的时候 我们到底会去到什么地方 在将来的日子 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而且照着祂的话在做的人 你必须要向天上的父 你教出你服侍神的动机 还有你的信心 将来的人子 我们信徒必须向天上的父神 成交我们所侍奉的动机和诚信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地球节到第四五节 完全都在讲这些人 我就会在这个当中 你也会在这个当中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第九至十五至一 完全都是讲到有关这些事 我和你们大家都会在这个当中 使徒保罗说 我照着上帝所给我的恩 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公投 我利好了教会的根基 今天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 今天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今天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今天教会的根基是主必在来 今天教会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在来 然后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在耶稣的根基上建造 然后有些人在耶稣基督上面建造 我有一次在这个Texas墓会的时候 我一到那个教会 他们同会就跟我讲 你看这个后面 放了一排这个传道人的这个相片 从美国人一直到最后一个中国人 不得了那个那么多十几二十个人 哇 我一想我将来会放在最后一个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 我们在这里建造上帝的家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你跟我现在就要做这个事情 你和我今天就要做这个事情 将来上帝审判你审判我就是靠这个 将来上帝审判你和审判我 不是在白色大宝座前面 不是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前面 只是个人要谨慎 只是个人要谨慎 你怎么在这个上面建造 你如何在这个耶稣根基上面建造 没有其他的根基 绝对没有其他的根基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除了耶稣以外 你不会得救的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他得救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不可能有其他人立别的根基 如果你到一个教会 他们说这个教会的根基是牧师 他说这个教会的根基是牧师 是他建立起来的 是他建立出来的 他死了就给他儿子了 他死了就给他儿子了 他儿子死了大概就是他的孙子了 他儿子死了就会到他的孙子了 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去 我希望你不要去这个教会 有很多这样的教会 如果你在这个教会 如果你在这个教会 你是用金子、银子、宝石在这里做事 你如果是用金、银、宝石来做这件事 不管你做什么事 无论你做什么事 教会里只有两种事 教会里面只有两种事 教会里面只有两种 俗连的恩赐 去教导 去教导 去服务别人 去服务别人 不管你来教会 我希望你来到这个教会 你就做两件事情 无论你去哪个教会 尤其是你来到这个教会 你只需要做两件事 你来到这个教会 不是来教导上帝的话 你如果来到这个教会 不是教导上帝的话 你就可以服务别人 服务别人 服务年轻人 服务这个教会里面外外 你可以服务 你就可以服务 服务年轻人 服务教会 很多人在教会 很多人在教会 他说牧师我没有事做 他说牧师我没有事做 我一个礼拜来一次 11点到12点 我每个礼拜来一次 11点到12点 我很盼望你 我很盼望你 你找这个方法 你照着这个方法 你来这里就是教导 你来到这里就要教导 教导上帝的话 教导上帝的话语 教导上帝的话语 解释上帝的话语 然后你去服侍 然后你可以服侍 你可以服侍人 你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你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我们下个礼拜 你就要来这里扫地了 我们下个礼拜 大家就要来大宿睡了 很可惜我们教会大概一年只有一次 我们教会大概一年只有一次 两次 春节 应该是只有今年前做到一次 没关系 不管一次两次 你来这里 to serve 你说我要来 有一个弟兄他很好 他说我会来 我帮你们 你们的灯坏了 你们什么的 我有一些技巧 我愿意帮你们 那我请问 那我请问 我请问大家 你还是要得到上帝的称赞呢 你来到这里是要叫人高兴吗 你来到这里 是不是要叫人 你讨人的高兴吗 讨人的欢喜吗 讨人的欢喜 讨人的欢喜 你来到这个教会 你来到这个教会 是讨上帝的欢喜 如果我来到这个教会 只是讨人的欢喜 只是讨人的欢喜 那我就不是上帝的工人 我就不算是上帝的工人了 我请问你 我请问大家 你在这里 是否要讨人的欢喜 你来到这个教会 就是要得到人的欢喜 你来到这里 是要得到神的揭 낙 你来到这里 是要得到神的揭 낙 你来到这里 是指寻人的高兴吗 你来到这里 是指寻人的高兴吗 你来到这里 是要讨上帝的喜悦 你来到这里 是要讨上帝的喜悦 这是精影宝石在这里做 这些就是金能果实在这里做 所有的中國教會,我們所去的,全部都是最爛的鋼琴 如果我們去到所有中國教會,全部都是最爛的鋼琴 鋼琴都是破破爛爛的,都快要垮的 只有少數的教會,鋼琴是新的,這個教會是一個 只有好少的中國教會有鋼琴,我們教會是其中一個有新的鋼琴 所以到底你服侍神的動機是什麼? 你是用草木和歇在這裡做事,在這裡teach,在這裡serve 你是用草木和歇來建築在你的根基上面 將來有一天火會來,會燒掉,你所做的全部會燒掉 這個整個東西都會燒掉 終有一天,有個火會來的,將你所有這些都燒毀的 只有金銀寶石做的,你燒不掉 只有金銀寶石建築的,你就可以燒不掉 那如果你所做的燒掉了 如果你所做的被燒掉了 你得救嗎?你得救嗎? 得不得救?得不得救呢? 得不得救?得不得救呢? 剛才聖經怎麼講的? 剛才聖經怎麼講的? 人的工程如果被燒了 人的工程如果被燒了 就要受推損了 就要受虧損了 自己要什麼? 自己要怎樣呢? 你這個是在信耶穌的人的審判 這個不是在排斥大寶座前的審判 你信耶穌的人你仍然得救 問題是什麼? 你雖然得救 但好像你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你很難看,你很痛苦 當然我們信耶穌的人 仍不會得救 但是你得救的程序 就好像很痛苦的 從火裡進行經過一樣 那麼請問 但我請問大家 我們用什麼態度在這裡服侍? 我們用什麼態度來這裡服侍? 在小事上忠心 你在大事上就忠心 你在小時候 小事情 中心 也會在大事情 你在小事上不易 你在大事上也不易 你在小事上不公義 你在大事上也不公義 這個也是耶穌講的比喻裡頭很難解釋 這些也是耶穌的比喻裡所講的 很難解釋的 你來看一下 請大家 《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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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節》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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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誰是在這個教會中心的管家? 到底誰是一個教會中心的管家? 《第十二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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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節》 耶穌說的比喻就是 等候祂的主人 有個終身的報酬等候祂的主人 這個主人來的時候好像賊一樣 因為他不曉得什麼時候會回來 這個主人回來的時候好像賊安一樣 但他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 家主如果知道賊什麼時候來 這個家主就必須警醒 不容賊挖套房屋 這是你們所知道的 這個家主知道賊什麼時候來的時候 耶穌來的時候也一樣 你不知道耶穌是哪個時候來的 一眨眼之間 一眨眼之間 你的眼睛一眨就可以來了 一眨眼之間 至於你眼睛一眨眼 他可能會來到的 所以你們也要謹慎預備 所以你們也要謹慎而備 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 耶穌就再來 因為當你想不到的時候 想不到的時候 耶穌就會再來 彼得說 主啊 你這個比喻是對我們講的嗎 彼得就問 主啊 你這個比喻是對我們講的 還是對眾人講的 或者對群眾講的 主說 誰是那中心有見識的管家 主就說 誰是中心有見識的管家 主人就派他管家裡的人 主人就派他管家裡的人 因為他按時候分糧給他們 因為他們按時候分糧給他們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你如果在小事上中心 如果你們在小事上而中心 你在大事上也中心 你在大事上也中心 你如果在小事上不宜 如果你在小事上不宜 你在大事上也不宜 你在大事上也不宜 我們看路加福音十六章 耶穌再講一個比喻 這是個不宜的管家 你看這個管家 頭腦很好 你看很多人說 這個管家是拿過這個MBA的 我們再看一下 羅家福音 耶穌另一個比喻 另外一個大管家 這個大管家很厲害的 拿過MBA得獎的 我們看一下耶穌怎麼講這個管家 我們來看一下耶穌怎麼講這個管家 這個管家是不宜的人 這個管家是不宜的人 耶穌又對他們說 耶穌又對他們說 有一個財主的管家 有一個財主的管家 別人向他的主人控告他 浪費主人的財物 主人就叫他來 這個主人就叫他來 對他說 我聽見你做這個事情怎麼樣 我聽見你做這個事情 你把你所經營的交代明白 你把你所管理的經營交代明白給我 你不能夠再做我的管家 因為你不能夠再做我的管家了 那個管家就心裡想了 這個管家就心裡這樣想了 主人今天辭我 主人今天辭去我 不用我再做他的管家 不用我來做管家了 我將來要做什麼 我將來能夠做些什麼呢 我做農夫除地 我去做農夫去坐地 我沒有利器 我沒有健康 我沒有講過能力 我沒有講過健康 叫我到這個Colonial Avenue逃犯 那我怕修了 我又怕醜 我不敢拿那個牌子 我知道我要怎麼做 我知道我應該怎麼做 好像人在我不做管家的時候 使得別人在我不做管家的時候 接我到他們的家裡去 我回到他們的家裡 於是他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叫來 於是他把以前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叫來 問頭一個 問第一個 你欠我老闆多少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說一百樓有 那那個人就說一百樓有 管家說你拿你的 你趕快坐下來 你寫五十樓 那管家就告訴他 你拿你的帳簿出來 你快點改 改寫五十樓 又問一個說你欠主人多少 那又問另一個 你欠多少 你欠多少 他說一百十一百頓的麥子 這個管家說你拿你的帳簿寫一寫八十 這個管家說你拿你的帳簿寫一寫八十 這個管家又對那個人說 你拿你的帳簿來改寫八十 小心一點 第八件是最困難的 主人就誇獎這個不義的管家 這個主人就誇獎這個不義的管家 做事聰明的 做事很聰明 因為他是今世之子 因為他是今世之子 但是他在世界上的事 但是他在世界上的事 他教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 他教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 耶穌不是叫我們去偷偷取消 耶穌不是叫我們去偷偷改變 耶穌不是叫我們去騙人 耶穌不是叫我們去騙人 耶穌的重點是在下面 耶穌所說的重點就是下面這段 耶穌說我告訴你們 耶穌說我告訴你們 你要藉著那個不義的錢才去結交朋友 要藉著那些不義的錢才去結交朋友 這個錢才是不義的 錢才也會非的 錢才有一天是沒有用的 錢才有一天是沒有用的 耶穌說我又告訴你們 耶穌說我再告訴你們 你要藉著那不義的錢才去結交朋友 如果你藉著那些不義的錢才去結交朋友 到了錢才無用的時候 總有一天是沒有用的 總有一天是沒有用的 他們可以接你到他永存的帳戶裡去 他們可以來到他永存的帳戶裡 人在最小的事上中心 人在最小的事上中心 在大事上也中心 十一節十二節也是最難的 十一和第十二節也是最難的 我以前也看不懂了 以前我也看不明白 耶穌說 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才上不忠心 我問耶穌說 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才上不忠心 誰還敢把那個真實的錢才託付你呢 誰還敢把那個真實的錢才託付你呢 你對不義的錢才你不忠心 如果你對不義的錢才是不忠心的 誰敢把那個真實的錢才託付給你 什麼是真實的錢才 什麼是真實的錢才 人的得救 人的得救 人生命的改變 這才是你真實的錢才 這些只是你真實的錢才 十二節 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 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 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 有誰會把你自己的東西給你呢 什麼是你自己的東西 什麼是你自己的東西呢 你的生命 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 你的人格 你的人格 你的知識 你的知識 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 這是你自己的東西 這些就是你自己的東西了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們如何在世界上 你怎麼樣去支持包容一些弱小的人 你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你幫助一些貧困的人 你幫助一些貧困的人 我們今天活在這個世上 你怎樣去幫助一些弱小和貧困的人 為什麼要幫助弱小的人 為什麼要幫助弱小的人 為什麼要幫助貧困的人 為什麼要幫助貧困的人 誰是弱小的人 誰是貧困的人 誰是貧困的人 誰是我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是誰 我們弟兄裡面最小的是誰 耶穌說 他來的時候要把綿羊和山羊分開 耶穌說 在再來的時候 會把綿羊和山羊分開 綿羊做右邊 綿羊坐右邊 山羊不好的坐左邊 山羊不好的坐左邊 所以我媽媽每次來教會的時候就跟我說 千萬不要帶我到左邊 所以以前我媽媽帶我到教會的時候 他說千萬不要坐在左邊 我說上帝講的是對 但是這個不是這樣解釋的 上帝說我說是對的 但不是這樣解釋的 到底是怎樣解釋的 到底是怎樣解釋呢 耶穌就問他的門徒 問耶穌就問他的門徒 問這些異人 誰是綿羊 我餓了 你給我吃 我口了 我口渴 你給我喝 你在監獄 我在醫院 我在醫院 你來看我 我吃剩露體 我沒有衣服穿 你給我衣服 我在外面做客人 我飄來飄去 我在外面做客人 我飄來飄去 你打開你的假尖 你打開你的屋 來召納我 那這些 在右邊的這些 這些藝人 就問他 主啊我什麼時候看你了 在右邊的那些 綿羊 看見民主 我什麼時候看見你 我什麼時候看見你 赤身露體 我什麼時候看見你 赤身露體 我什麼時候看見你 在監獄 在醫院 我什麼時候看見你 在監獄 在醫院 我什麼時候接待過你 到我的家裡住 我什麼時候有接過你 去我的家 耶穌說什麼 耶穌怎麼說 你如果坐在我弟兄中 一個最小的 一個最小的人的身上 也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耶穌就這樣說 如果你坐在 教會裡面 最小的人的身上 你就坐在我身上 我以為是貧窮的人 我以為是貧窮的人 但是有一個牧師說 有一名牧師說 如果你從創世紀 一開始來看創世紀 尤其是十二章 右邊是十二章 那個在弟兄中 一個最小的人 這個就是弟兄裡面 最小的人 是猶太人 是猶太人 哇 你說猶太人該死 原來是從猶太人開始的 你說猶太人懷痛 你說猶太人貪財 因為猶太人貪財 猶太人太聰明了 殺死他 殺死他 那這個就是希特勒 可以殺死幾百萬 這個就是希特勒 可以殺死幾百萬 耶穌說 你有沒有幫助我 那耶穌就問你有沒有幫助我 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人 就是猶太人 我們弟兄中最小的人 就是猶太人 聽說有一個中國的 歐洲的大使 他姓何 他在那個時候幫助了不少的猶太人 他在那個時候幫助過不少的猶太人 為什麼 為什麼 他有權利 他可以告訴這個猶太人 你可以到哪一個國家 我可以給你通信證 我可以給你Visa 什麼人是一個最小的人 到底什麼人是在弟兄中最小的人 耶穌說 耶穌就這樣說 如果你叫一個小孩子 一個最小的人 在這個教會 你如果叫這個小孩子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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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就這樣說 如果你將教會裡面 有一個最小的小孩 你使到他跌倒 那我告訴你 你不如拿一個大模式 摔在他的景象上 把這個人丟在海裡 把他丟在海裡去 耶穌就說 不如將這個人丟在海裡 所以你知道 這個小孩子來的時候 我對小孩子特別好 所以 當我是小孩子來的時候 我對小孩子特別好 因為我曉得耶穌講的這句話 耶穌說過這個講過 你如果真的叫一個小子裡頭 一個弟兄中一個最小的 那就是小孩子 如果你使得弟兄姊妹裡面 一個小子 這個小子就是年紀最小的小孩 你如果叫他跌倒 如果你使得他跌倒的話 意思說 我會用一個大模式 摔在你的景象上 我把你丟到海裡 那我就會用一個 一個石頭 摔在你的大模式 綁在你的頸裡 將你丟下去 到底誰是弟兄中一個最小的 到底 誰是弟兄中最小的 耶穌說 如果你們因著門徒的名字 因為耶穌基督門徒的名字 你只是給他一杯兩水喝的 你坐在這個門徒裡頭 一個最小的 一個小子身上 我告訴你 你不能不得上司 耶穌的門徒 你如果坐在我門徒當中 你如果坐在我門徒當中 給他一杯兩水喝的 給他一杯兩水喝的 這個人 這個人呢 不能不得上司 絕對得上司 絕對不會不得上司的 你怎麼對待上帝的傳道人 你怎麼對待上帝的傳道人 你是拿一個鞭子 你是不是拿了一條鞭子 打在這個老牛的身上 你趕快走啊 你走遠一點 你快點走 你走遠一點 這個牛承後面推了很多東西 那些牛 牛後面推了很多東西 你怎麼對待你教會的傳道人 你怎麼對待你教會的傳道人 你怎麼對待上帝門徒裡面的一個小子 你有沒有給他一杯兩水喝 你怎麼對待上帝門徒的小子 你有沒有給一杯兩水喝呢 我們自己想想看 我們自己想想想 誰是貧困的 誰是貧困的人 誰是弱小的人 誰是有需要的人 誰是有需要的人 如果我們欺壓貧困 如果我們欺壓貧困 所羅門王 最聰明的一個王這樣說 所羅門王是最聰明的一個王 我曾經說過 欺壓貧困的就是入末你造化的主 欺壓貧困的人就是你 收入入末造化的主 收辱做他的主 如果你連續一些貧困的人 如果你連續貧困的人 你就是敬重主 你是敬重主 誰是這個教會最小的一個地獄 誰是這個教會最小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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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 怎麼預備我們自己面對這個末日 這個世界的末日 如何預備我們面對這個世界的末日 基督徒有一套這個 基督的軍裝 一個軍隊的衣服 軍隊的盔甲衣服 你的頭盔是得救 你的頭盔是得救 你知道你得救 你知道你得救 清清楚楚你重生得救 清清楚楚你重生得救 你有真理 你有真理 你有公義 你有平安在你的鞋子上 你有平安在你的孩子上 你到每一個家裡是傳平安的福音 你不是每一個家裡講別家的壞話 你不是每一個家裡講別家的壞話 你手上拿的是聖靈的寶劍 是上的道 你手上是聖靈的寶劍 上的道 完了沒有 儀聖了嗎 這就是基督徒的全副軍裝嗎 這些是基督徒全部的軍裝嗎 我請問你後面是什麼 我請問大家你們後面是什麼 你後面是什麼 在這個後面是面 mejores 你只能往前走 你不能往後退 你只能往前走 你不能往後退